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屏東基督教醫院 心臟內科股造成醫師 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平常在臨床上 所遇見的一些問題 有些患者 他可能放完支架之後 他未來他可能要進行一些 外科手術 所以他也不見得適合用塗藥支架 因為塗藥支架 他必須要有比較長時間的 服用抗凝血劑 應該說抗血小板的藥物 因此會耽擱到 他未來可能要接受外科治療 開刀這個手術的時程 所以至於要放什麼支架 我還是建議 好好地跟你的心臟內科醫師好好地討論 他會幫你選擇你最適合的支架 所以這是我臨床上常見的問題 其次剛剛所提到的是冠狀動脈的疾病 那除了冠狀動脈疾病 我們心臟內科平常所營業的項目 還包括周邊動脈血管阻塞的治療 還有深層靜脈血栓的治療 一旦有這個周邊動脈狹窄 或是深層靜脈狹窄 首先我們會先用藥物治療 使用這些抗凝血劑以及血栓的溶解劑 但少數的患者 他可能藥物治療是效果不好 因為可能阻塞得太嚴重 或者說血栓的量太多 因此可能就要進一步去取血栓 或者是用一些器械性的來取血栓 溶血栓 這部分可能會牽扯到健保給付以外的自費項目 而這部分如果一旦患者有這樣的需求 歡迎來平東基督教育醫院 找我們心臟內科醫師 我們都很樂意跟你們討論 祝大家平安喜樂